地堡幫來看好了 譬如說小S 對 住在地堡第十八樓對不對 十八層 然後目前有這個 高樓十八層 對對對 是樓上 對 然後呢就發生 然後呢就發生了這個 胖達人的 胖達人的風波 是啊 對不對 然後你看連慧欣 就今天他代言的那個藥品 是不是也有關係 對對對 就是禁藥風波 然後再來 最嚴重的這個鼎心 對 魏家四兄弟 他們在地堡裡面 還買了十戶 對 十戶 對啊 然後還包括今年非常多 新聞非常多的李真寧 對 李真寧 也住在裡面 住在裡面 所以人家想說 欸 以前只有一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就想說 可能是這些名人是非多 但是現在 跑出來這麼多 大家就會想說 是不是風水有問題 真的 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地堡風水有問題 可是那明明就是一個豪宅區啊 而且之前不是很多風水老師說 那裡是一個福地 怎樣怎樣 怎樣塑進去 就會怎樣發展 講得超好的 我跟你講 對啊 你上網去搜尋 人家說那邊是蝙蝠穴 蝙蝠 蝙蝠穴 就是非常富貴的一個地方 那時候號稱就是說 我們有六棟這個房子 而且我們把它集中 蓋得像金字塔一樣 然後外面有護城河 然後我們就 是不是 對 然後你知道我們旁 然後你知道我們對面 就是那個仁愛 那個仁愛路 那大仁巡島 樹木這麼多 然後有噴水池裡 外鄉呼應 水代表什麼 財嘛 水就是財 然後就是這樣錢滾錢 就是滾滾滾滾滾到地堡來 所以你住進地堡的人 非富即貴 是沒錯 然後大家就覺得 哇 那地方好棒喔 住進去好棒喔 可是現在看來似乎不這麼一回事 不這麼一回事就算囉 然後很多的這個命理師 還有風水師 又跳出來說 說什麼 對對對 譬如說蔡上基老師就說 誰能載舟 一能復舟 也能復舟 對啊 金玉其外 有可能敗絮其內 現在可以講的 而且我今天有聽到一個命理老師說 因為那個樹長高了 所以這有個剪刀剎 給它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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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對 你知道他們現在 對 你知道他們現在的重點是什麼嗎 他們本來講的那些理由啊 現在一個一個推翻了 譬如說呢 本來地堡是這個地靈人節的地方 旁邊交通便利 就台北市中心對不對 然後旁邊不是建國高架強嗎 是啊 他們就說 那現在這個張維中老師也跳出來了 建國高架 不行不行 藍腰煞 哎呦 糟煞 你就住在這個中間樓層的這個 運勢就會不好 因為你藍腰這樣砍過來 然後對面不是這個仁愛路 那樹蔭很漂亮對不對 大家本來說空氣多新鮮啦 現在不行 現在空氣很糟 你知道不行 樹多也不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擋住陽光 嗯 樹多 陰風多 陰來客 啊 所以 所以我想說那現在連秘理師講的話都前後不一樣 我到底該相信誰啊 秘密老師說的話都不能信 像志偉哥 你都會覺得說其實不是豪宅的風水有問題 是不是有錢人要小心囉 對啦 因為我覺得當然此一時彼此啦 有些風水老師還是有提出一些看法 他說好的地呢 如果住了壞的人呢 他好地也會變壞啦 那這壞的人就包括說呢 就是這個黑心的人啦 嗯 這些人人在做天在看 真的 老百姓就賠得住啦 真的 不是只有吃的東西讓人不安心 就連搭車也是問題一對 欸 麥大哥前幾天高鐵不是因為這個跳墊停擺嗎 結果呢 造成三萬多人受到影響 這一點就讓你非常不開心啊 就在高鐵之前 宣佈他已經漲價了 對 然後大家花很多錢 一趟就要一千三百多塊 沒錯 是不是 一千 漲價之前來回要三千 三千 對後來漲了一層多 漲了一層多 對 就在漲價沒有多久 11月2號 嗯 發生一個大跳墊 對啊 在雲林到彰化之間 就大的那個跳墊有沒有 那天他一開新聞怎麼搞的全部是高鐵新聞 對 三萬多旅客受到影響 對也停擺了 然後全部的 你看那個高鐵車站 你看爆炸 有沒有大家都在那邊 大家生氣到 他雲林到高鐵停駛 那很多要南下北上的人都只能坐一班就被攔截了 台中就要下車了 然後怎麼樣就要幹嘛幹嘛都不能坐了 有的人當天是要去台北坐飛機的 時間也不對了 一停停了從十一點多到下午一點多才有台鐵來接駁 之前沒有台鐵接駁 全部人在那邊問 到底怎麼回事 你們要怎麼去幫我們去疏散 然後什麼 他那個 你知道那個工作人員在現場拿個麥克風 他根本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在那邊 頂多這樣擋一擋擋一擋 民眾怒火衝天 對啊 那應變措施真的太糟了 然後你就一直看那個整點新聞 就看有一段說 怎麼賠 怎麼退票 因為一開始 對應該馬上就要退票的啊 我跟你講 坦白講 這些東西你都應該不是臨場發現耶 你坐高鐵 你是不是事前就要有各種的機制反應 對 如果哪一天 哪一天我跳電了 或者是我什麼狀況了 那我要怎麼去 當場要怎麼退票 怎麼去弄他們 你只好就應該弄 結果我們有很多演練 但是我們有演練過跳電 太誇張了吧 欸票賣那麼貴啊 其實你應該把各種環節都要演練進去 演練完以後 你才知道說 一番事情我們要怎麼去做應變嘛 對不對 我們就要怎麼去接駁 怎麼訴訟 怎麼退錢 馬上當場退票 都沒有 所以那天你就看到很多人生氣 就看到 我就看到說 那些工作人員 就他們就臨時這樣應變嘛 後來聽到什麼指令 我就看到有一段就是 你知道整點新聞一直在播 然後就看到有一節就說 那不然現在就麻煩各位 如果你現在做 他就是不補那個中間的 一定要你做全程 就好像說 你今天吃麵 吃到一半 我發現有個蟲了 那我就跟你這個麵商說 你都有問題 對啊 他只陪你半碗麵 因為前面你吃到還沒發現蟲 太誇張 他就說 你前面 你前面從台北坐到哪裡 你已經坐還沒有停的時候 那一段是我不陪你的 比如說我坐到台中 台中停了 那就是台中之後他才陪 結果後來有一個人就說 那你是要我們做回 我的起點站 你才重新在陪我嗎 反正就在那邊罵 就說你是要我們在玩坐車遊戲嗎 對啊 好奇怪 就完全亂搞一通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 讓大家最生氣的原因 當然你說你跳電 可能是一個 不可預防的一種人禍也好 可是大家最離譜的是 你才漲價沒有多久了 對啊 你的漲價之前 你漲價長這麼理直氣壯 那你漲價之前 為什麼沒有把你的服務 還有你的整個的一些功能 性能全部搞清楚呢 沒錯 你沒有去把它全部檢查過 你不然你就不要漲價 如果OK 我有風險 對 因為你漲得很不合理 我們當然會不開心 如果你說 我的高鐵呢 其實到現在為止 其實高鐵已經轉虧為盈了 可是如果你說 因為我的高鐵 可能會碰到一些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狀況 所以我的票價 可能有採取 不漲或彈性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接受 對 你不漲就是因為符合你 萬一哪天你出事 那我就認了 因為我來選擇你高鐵嘛 那你漲這麼貴 表示說你要一個 很好的服務品質 沒錯沒錯 那你今天出事情了 你就要立刻給我們 給我們那個那個 給這些乘客 有立刻的因應措施嘛 對 沒錯 你也沒有 那你想想看 當你都沒有 讓那些旅客在那邊跳腳 也不曉得怎麼去輸送 然後怎麼去賠錢的時候 那坦白講 你那個錢漲得大家很不爽耶 對不對 對啊 麥大哥 不是只有高鐵讓你生氣 聽說啊 最近連看電影 電影票是不是也要漲價了呢 蛤 我跟你講 其實電影票這個東西 台灣的電影票 本來就跟很多城市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電影票 算便宜吧 我們不是很貴 可是我們沒有彈性票價 我剛剛講了像高鐵 如果我今天要維修 我可能會跳電 我覺得票價不要這麼貴嘛 你知道在很多城市 包括香港啊 中國大陸 他們都有週二週三全天半價 當然很多時間半價 會優惠很多的優惠 它有彈性的 甚至有的戲院 我的戲院比較老舊一點 我的票價可以便宜一點 吸引你來看電影 對不對 有彈性 我們台灣沒有這樣 我們台灣那個舊戲院 是跟人家票價是一樣的 對 那麼就在憑什麼啊 因為它都 對啊 它是騎頭式的平等嘛 它不是說你自己可以去 去談 來調節你的 那最近我們之前講過 台灣有電影輔導金 可是輔導金這個政策 一直以來都是越浮越倒 坦白講 很多電影 越浮越倒好看喔 聽起來 智說心語啊 對 因為你給了輔導金 它不會拍電影 這電影拍出來也不好看 也浪費了 因為輔導金是國家納稅人的錢嘛 好 那現在就講了 因為我們的國庫 越來越少了 所以輔導金這一塊呢 這個錢 這個錢也越來逐年递減 以前輔導金還有什麼上億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錢了 因為國庫沒有錢了 那現在主管單位就想到 當是不是我們要來 把票價能夠提高 因為要拍電影 我再次呼籲政府喔 拍電影不是政府的事情 拍電影是私人的事情好不好 導演 你有錢 你自己去找企業贊助 你自己拿錢出來拍電影 政府沒有要 政府沒有 除非你是個天才 你拍電影能夠讓國家 整個的文化能夠提升 我才輔助你 否則如果像我們台灣很多電影 拿了輔導金 拍出來什麼 都是不知所云的 你去輔導直接幹什麼 你如果沒有到程度拍電影 就不要拍電影 你就做別的行業 那你就浪費錢了 浪費錢 看不懂我們在幹什麼 而且真正 你說每次我們都講說 韓國人家國家 怎麼輔助電影界 是有 它有各種輔助方案 可是不要忘記了 韓國電影最大的資金來源 是來自於大企業 是企業投資的 拍電影是私人的事情 是民間的事情 跟你政府沒有關係 政府不要一直跳出來說 我要出錢來拍電影 不要 除非你是國家電影製片廠 你又不是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東西是非常的 不需要 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調了票價 你只會讓觀眾怎麼樣的 如果你要調票價 讓大家把這個稅收錢 拿來輔導台灣電影 你只會讓台灣電影 將來就沒有人看了 而且我們就會反彈啦 誰要去花那個票價去看 越來越貴 你現在很多台灣電影 根本家裡看DVD 看電視又可以 根本不需要電影的規格 你還要漲票價 你這樣子會讓台灣觀眾 不會進去看台灣電影 而且有一些人 所以一家只比如說四五個人 你要進去那你要花這麼多錢對不對 對 而且人家說現在國片是正在起飛的時候 然後你現在又這樣子 你是不是又遏止了這樣子的成長 對 而且說真的你一張票現在三四百塊 你更何況那些什麼動感座椅那些 四D啊 四D啊 做起來會怎樣 那個都已經可以到五六百塊 如果你要看四D那種 那我就普通家庭怎麼會花得起 而且你說這 我覺得你對洋片的打擊還好 對國片的打擊是最大的 為什麼因為國片通常 兩個月以後 我們就可以在電影台上面看到了 而且他沒有那種 你知道嗎 他也沒有好萊塢那種效果 對 不一定要花那個錢 對 那現在大家會覺得我花錢 我何必進去看一種那種小品 婚姓小品對不對 那我就在家看就好啦 像我老公 現在已經根本完全不帶我去電影院看電影了 他都直接 他都直接就是裝那個Apple TV 他就說我現在上面就可以買喔 上面就可以買喔 對對對 對啊 然後突然就是直接拿iPad 或是拿電腦就上面直接看了 直接看 那我就直接跟他說 老公老公我看電影是做功課欸 對 你好用功喔 他說不用啊 他這上面有很多很新的啊 你就花錢就可以買 就是很少的錢 你就可以看到很新的片 而且你知道他還是高清的 難怪你這樣子為什麼 我們國民市場都萎縮了 那你薪資沒有漲 你薪資沒有漲 我兩個小情侶喔 大學生 你要我怎麼負擔 我跟我女朋友的錢去看電影 真的 我買了一張票以後 我可能三天不能吃飯欸 或是我買了他的票之後 他可以吃爆米花 我可能還不行欸 那兩個人吃了爆米花 可能就買不起可樂了耶 又這樣子嗎 又搞到一個 又變成這樣嗎 我們現在人民真的是苦哈哈 難怪我們的政府官員呢 欸 就被罵破頭了 甚至呢 現在還有立委說呢 要找五月天的阿信 出來競選台北市市長 好了 欸阿自瑋哥 你覺得阿信參選台北市長 有可能嗎 這是一個非常苦手的想法 欸 真的耶 但是在我看來我覺得說 怎麼樣 反正現在任何一個政治人物去當 也都當不好啊 對啊 那我期望他們 我能期望什麼呢 但你看看五月天阿信 他執行力多好 對不對 一樣當公事的董事喔 五月天不忙嗎 很忙欸 很忙欸 到處巡演還要拍電影 對不對 接下來還要拍電視劇呢 等一下現在還巡演到歐洲 加拿大 接受那個什麼英國BBC的專訪啊 他很忙吧對不對 很忙 問題是他當公事的董事 他每次都出席 而且他還在他的臉書上 發表 所以我今天去了 開了什麼樣的會 他跟他的粉絲報告 我看阿信如果出來選 他不一定選不上 他可能選得上喔 真的齁 搞不好選得上喔 對啊有可能會不會投他喔 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齁 他自己是開玩笑講說 蛤 那如果我說我當台北市長啊 然後我還可以幫高雄市 因為他幫高雄市 他幫高雄市代言 那我還可以出去開演唱會嗎 當然可以啊 開玩笑 如果阿信當了台北市長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族群嘛 像那個 搬離有沒有 藍綠對峙嘛 然後瓦解 台北高雄變成姐妹市 你知道 哇塞 那聽起來接大分析的一件事情欸 對啊 就沒有藍綠啦 而且還有人更哭手的講說 我跟你講 不要說阿信當台北市長 他不是五個人嗎 對啊對啊 乾脆 五個人就當五都 阿信是台北市的 因為他家裡住台中 那當然他就是台中市長 博爾人選啊 我支持他 我台中人支持他 對 然後呢 怪獸 怪獸呢 他算型男嘛 長得不錯 現在也在拍電影 然後呢 他家住新北市 所以他當然就選新北市長 對不對 那因為那個 瑪莎呢 他們到高雄去開演的時候 他跟粉絲講說 我最喜歡南台灣了 因為南台灣天氣很好 那瑪莎就選高雄市長 陳菊會投你一票好不好 然後呢 然後呢 石頭 因為他感覺最沈穩了 對不對 因為他叫石頭 又叫石頭嘛 那台南古都最多石頭 所以你就當台南市長 反正賴清德他 他要去選總統了嘛 所以我覺得 這樣哭手想想 不見得不好 而且你想想看 五月天聯手 對不對 台灣向前走 而且他們可以做很好的 這個 國際外交啊 是不是 哎呦聽起來